文倩世界周報 前進巴黎 採訪COP21氣候峰會 幸運獲准進入 大皇宮展館錄製節目 主持人陳文倩 也將從凱旋門前 為大家帶來 深入歐洲恐怖族裔溫床 莫倫貝克的深入報導 在布魯塞爾穆斯林的 一馬目帶領之下 我們來到了摩倫貝 這裡是國際媒體稱之為 窩藏恐怖分子的地方 然而我們現場的觀察 除了這裡以穆斯林人口 居住為主之外 其實和歐洲其他地方 並沒有什麼不一樣 但實際走在莫倫貝克 逛街人潮絡意不絕 居民友善 街頭雖不繁華 但也絕不破敗 認識了一群 很容易被誤解恐怖分子 其實卻溫暖幽默的 一群穆斯林 跟世界所有人一樣 痛恨 恐怖暴力 直言ISIS 害慘了穆斯林 但真正因為戰爭而顛沛流離的 穆斯林更多 文獻世界周報也造訪了 聯繫三個月才允許我們進入的 紅十字會比利時收容中心 現在布魯塞爾的溫度 大概不到10度 而且飄起了毛毛細雨 經過漫長的等待 上百個難民 終於可以進到這個庇護中心 一份熱食 一張可以躺下的床 對很多難民來說是多麼的奢侈 見到許多徒步從阿富汗 伊拉克 敘利亞來的難民 每個故事都曲折讓人鼻酸 就在我們結束訪問之際 傳來上周愛琴海 又有幾十名難民葬身閒海 其中六人赫然是上周 才剛接受我們採訪的難民 站在盡頭後的我們 只盼能忠實傳達難民之苦 提醒世人不要再冷漠以對 各位 記者綜合報導